名偶風雲匯 印譚與路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來收聽風雲快信 感謝各位的支持 本人陶傑的Patreon和鮑偉聰 也非常歡迎各位的加入 另外還有我們的特別館員渠道風雲匯 這幾天全球震撼 就是以色列的莫薩德 這個特務組織這一批是做得非常漂亮 也有惡作劇和荷里活 高科技 科幻電影的成份 就是將真主黨 就是黎巴嫩這個恐怖的組織和政權 真主黨的黨徒使用的一種叫做全副機 就是以前那些BB機 是80年代中期香港流行 但是很快就淘汰了 就裝了一些東西 就在黎巴嫩全境同時爆炸 就裝死了這個恐怖分子 或者他的頭目是成十個人那麼多 差不多三千人就負傷 根據阿拉伯的天空頻道 阿拉伯的報道 以色列的莫薩德 就名人不做暗示 就宣稱是他們做的 原來在這些BB機 全副機落入真主黨徒手中之前 這些莫薩德的特工 在那些機裡面 裝了一些餡料 是一種很特殊的爆炸物 裝了進去的電池裡面 然後透過電池的溫度提高 就會自動引爆 這次在炎熱的氣溫之下 Bling Blank在黎巴嫩 全市不斷遍地開發 所以畫面也很有黑色幽默 這次據說有數名真主黨成員死亡 以及有數以千計的受傷 如果畫面比較血腥 所以我們就不方便登出來 但是如果根據報道 爆炸的時候差不多是同一時間 之前就會發出一些響號 接著就在BB機裡面 電池就會加熱 接著就會產生爆炸 最拿命的就是這些BB機 雖然那個炸藥的容量就不是很大 不像說一爆就致命 但是你也知道 通常BB機是貼身袋的 有很多男性的真主黨成員 就袋在副袋裡面 還是前袋 這些重要部位就遭受到炸彈的襲擊 另外就有很多在腰間 或者在後袋裡面 所以現在那個傷亡的情況 雖然就不是說全部致命 但是很多都身受重傷 至於怎樣可以做到這樣一種同時間 這BB機爆炸 現在就做很多推測 最簡單的推測就是 中間以色列的特工 就攔截了這批貨 在這批BB機上裡面做了手腳 另外還有一個更加誇張的說法 就是其實不只是BB機 說iPhone 一些其他的電子裝置 都同時間發生爆炸 這個就上代證實 那麼究竟怎樣可以做得到呢 當然啦 我相信接下來會有更多的消息 會披露出來 但是這次我也覺得是 進入了這個反恐的 一個更加高的一個圍堵 可以這麼說 因為以往都是斬首式襲擊 還有都是對個別的這些恐怖分子 但是這次就無差別 全部利用他們 對抗這些以色列美國的方法 不用這些智能電話 用全副機 結果就一鋪炒氣了 所以現在那個傷亡的情況 我相信還會在上升 這次當然黎巴嫩就非常憤慨 就說濫殺無辜 西方也有些左翼的輿論 就說這個以色列這樣做 實在太過惡作劇 因為在死亡的人之中 包括黎巴嫩的十歲的女童 這些女童當然可能是無辜的 但是你那個真主黨 走去協助哈馬斯恐怖組織 就已經在黎巴嫩的南部 跨越了邊界佔領了很多的以色列的宿地 就令到差不多有六萬至十萬 以色列人就要逃離家園 就去其他地方安置 所以以色列一早就當了黎巴嫩真主黨 正式向以色列開戰 這個時候就比較尷尬 當然就是拜登的美國政府 因為拜登政府正在全力撕壓 內坦雅胡和哈馬斯達致停火協議 因為一旦你和巴勒斯坦達致停火協議 就在北部和真主黨的軍事衝突 都會相應是降溫的 因為真主黨這邊都是負冊英 在南邊的加沙地帶裡面的哈馬斯恐怖組織 但是這樣以色列好像不想讓它停 在北邊主動去痛擊真主黨的話 證明它在南北兩邊可以打兩場戰爭 真主黨這次也是迎頭痛擊 令到盟友伊朗也很尷尬 伊朗出不出手幫你的弟弟呢 另一方面伊朗的北邊遙遙相距 另一個俄羅斯的盟友近日和烏克蘭的關係很緊張 因為據稱伊朗已經向普京提供長尺導彈 所以一條線這樣直落 所以今次以色列用一種有想像來的方式去襲擊真主黨 其實都是對伊朗的一種震懾 是不是? 之前我們也記得報道過 有14個不同派別的巴勒斯坦組織 去到中國參加一些叫做協商 王毅就出來拿大旗 那時候我已經說過了 他們在說的是 加沙戰爭之後的安排 以及這14個派別達成一致的協議 那時候我已經說 你們這樣做其實是一廂情願 因為這個加沙戰爭之後的局面 不是由14個巴勒斯坦的派別去決定 是由以色列決定的 特別是加沙地帶的安全或者管治 果然其實你看到以色列的特工如果這樣做 其實是不想停火的 也發出警示就是任何支援哈馬斯的 當然包括真主黨他們的弟兄 都會遭受到這些這樣的以色列的報復 或者是以色列的這些高科技的襲擊 於是其實這個尷尬的情況就不只是伊朗 我覺得連中國都尷尬 因為他嫌疑現大佬的身份去主持這樣的會議 其實就是想擺出一個共主的姿態 所以我相信中國的外交部接下來都會發聲 但是越說就會更加顯得他們是站在恐怖分子那邊 這次很明顯當然中國是站在真主黨來巴連恐怖政權這邊 只不過這次用這些遍地開花好像燒炮掌這樣的爆炸器就被揭發 紐約時報報道真主黨原來半年前就向台灣的廠商 金瓦波羅公司訂購這一批BB機 是不是 這個他自己老襯說 黎巴嫩竟然你訂那些全膚機你不向中國訂 那個中國是你的民友 你走去台灣訂購這些貨來做什麼 這間台灣廠商金瓦波羅也是做一些電子通訊的器材的公司 這個型號就叫做AR924 這些全膚機疑似在出貨之前 就被以色列情報機構植入大約28至57公克的炸藥 並且在全膚機裡面裝置一個開關 是用於在遠端就是遙距可以引爆的 據聞以色列原本將計劃將全膚器爆炸作為聚幕 就是第一炮投盤 是不是? 但是因為情報洩漏被迫提前行動 就是說根本他不想在9月17號就拉著這些風地的炮掌 只不過以色列覺得情報已經洩漏了 對對方真主黨可能收到風 所以就提早行動 就是說那幾千人那些全膚機都揹著一個袋子 遙控被以色列莫薩德在另外那邊 一按兩個按鈕就像那時候 就是過年過年那種炮漲 遍地開花那些 在黎巴嫩整個境內此起彼伏長達一個小時 你說如果有一個撫嵌的攝影機拍下來 都相當壯觀和很好笑 你知不知道 這樣不僅是一天 第二天 黎巴嫩多個地區再傳爆炸聲 就造成另外三人喪生 幾十人受傷 是不是? 死者這些女童其實是一個真主黨黨徒十歲的女兒 還有另一個真主黨議員的兒子 這些是007電影才會出現的 摧毀了真主黨裡面的內部通訊系統 也令到黎巴嫩的真主黨都沒有臉 因為大家都知道沒有人敢用蘋果的手提電話 因為當日拉登就是因為 不敢用手提電話是用其他的通訊器 因為怕隨時被美國的衛星鎖定行蹤 於是想著用古老的傳呼機 誰知道都不行 問題就是如果你找金太陽神台灣這間廠商在台灣出貨 也就是說以色列一定要有特工 由以色列潛入台灣 在這間金太陽神這間公司的廠商那裡 那些傳呼機裡面裝了 就是說這個行動是非常秘密的 不可以嫁瘦於人的 不可以找宜判的 是不是 那現在就是說以色列和台灣之間 是有這種雖然沒有邦交 但是有默契 台灣政府是容許以色列的特工 偷偷地走進來台北 找到這一間廠商 然後廠商的老闆就一定知道發生什麼事 一隻眼開 隻眼閉 又或者這批傳呼器放在金太陽神 這間公司的倉庫裡面 然後就由特工三間半夜偷偷地進去 就拆開來放料 但是這個不是那麼高的可能 因為為什麼你這次一裝一裝幾千架 幾千架你沒有可能月黑風高偷偷地進去 所以台灣這間生產的全孤機的廠商一定知情 萬一被人起底 你這間公司的老闆董事是誰 極有可能會遭到黎巴亂方面的報復 是不是 當然還有一個可能 就是如果這間金太陽神 這間公司的BB機在大陸製造就更加耐人尋味了 你覺得怎麼樣可以進入大陸的工廠那裏 加料呢 你想想如果是蘋果機 富士康 在河南鄭州的工廠那裏 有一萬幾千部機 是被以色列那些特工進去裝了那些餡料 然後就運出來 然後去指定的國家 然後那裏去爆炸 你說最沒面子是誰呢 最沒面子當然是大陸啦 是不是 但是我估計這批傳孤機在台灣那裏是生產的 所以這些記者 如果香港有傳媒 就馬上派記者去台灣追 會不會把台灣 牽涉入國際的恐怖主義襲擊的紛爭裏面呢 是不是 台灣的廠商為什麼要接這批貨呢 接了這批貨會不會惹到 日後全球這些伊斯蘭的恐怖組織以台灣為目標 又或者由中方那裏去挑撥 叫他們呢 這次捉到證了 賴清德名下的台灣的電子裝置 通訊裝置的廠商是和以色列合作 這樣會把台灣拉下水 不是很便宜的 不過沒辦法 這些國際政治很多東西 都是暗盤交易的 是不是呢 台灣究竟供應商的角色是什麼呢 暫時都未肯定 不過很肯定的就是 以色列的特工組織莫薩德 他們的情報工作是做得很深和很透的 因為這次一些科技的專家分析 就絕對不會是本身的鋰電池過熱 又或者是放電的期間去發生爆炸 因為需要那個能量和需要那個時間 但一定會引起拿著BB機的人會留意 例如等於我們平時 電話如果過熱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不妥了 可能電話我們已經是扔開了它 或者離開電話的範圍 所以這個過程應該一定是中間做了手腳 但至於怎樣可以掌握到情報 而假扮了是一個供應商 而截了2,800多個存副機 然後做完手腳之後 再附運給真主黨 分發給所有人使用 整個過程我們說就容易 但是那個情報工作 還有怎樣會知道真主黨去採購 因為真主黨採購它都不會 打正旗號是真主黨買的 一定是走幾條線 找一些民間的採購商去買 買完之後才去到真主黨手上 即是證明莫薩德在黎巴嫩 賣了很深的針 所以其實這次除了技術之外 就是要看看莫薩德的情報 那條線 所以這次其實是一個警示 也是自從911之後 拉登的基地組織 為了避免被美國偵查到智能電話的GPS訊號 還有怕那個Digital的很容易被人 射進去之後 用了這個analog的方法 就是比較低端的方法 去進行通訊 誰知道就是被以色列 用了這條這樣的方法 去一舉 就對付了二、三千人 那這次我相信是 世界上的特務史 或者反恐史上的一個創具 從來沒有試過 而且最難的是同時間引爆 因為很多專家說 如果你要加熱電池 或者放電 令到鋰電池爆炸 都不能夠準確 二千八百個全夫機一起爆 一定是中間安置了一個遙控裝置 而這個遙控裝置 可以小到這樣 藏在全夫機裡面 還要加上那二十多克的炸藥 這個真的是創具 還要裝幾千部 所以哪有一個地點和時段 是可以適合讓莫薩德這些特工下手 因為這種全夫機一早已經淘汰 但隨著手機普及 那全夫機沒有人用 但很多人記得了 當時香港之間的BB機 是否好像今天手提電話 要有一個固定的網絡 是不需要網絡的 它有單向接收和雙向收發兩種類型 通常是單向的全夫 即是說你啵啵啵啵啵 某某人找你 請你馬上找他 那你就會收到這個口信 然後在附近 找個固網電話打電話 記不記得那時候 1985、86、87、88年 那時候沒有手提電話 你不需要用來做對話的 所以不需要用現在的這些 手提電話 什麼華為、Apple、 還有什麼 但現在香港內心的 但是如果我們非常多 很危險 呢 如果我們走到走到走去 網絡的路由作動 接著我 如果我們走到走到走向 那些衝突 回到走向發展 那些衝突 都不是第一次的 以前做過很多單 做完很多單都是冤冤相報 真主黨可以做什麼呢 因為你的忌不如人 現在雖然有伊朗加把口華抗議 但是也相當無可奈何的 因為這次的苦主 其中一個就是伊朗駐黎巴嫩的大使阿曼尼 據《紐約時報》報導 他們的傷勢都不輕 一隻眼睛就失明 另外一隻眼睛就受重傷 所以有些人推測 當時應該是二千多部的全夫機 同時間收到一些訊息 即響了機 你看的時候才爆炸 這個都挺狠毒的做法 所以這次我相信伊朗 無論如何都要做些事情 上一次就吹了很久 就說對以色列進行這些報復 但是也沒有一件事 一次又一次 其實我也覺得伊朗是普京化 普京也是說動用核彈說了很久 但是這條紅線就一再後退 伊朗的反擊和報復也是一樣 在加沙的戰爭到現在 伊朗雖然曾經襲擊過以色列 但是大家都知道 用那些無人機和那些導彈是浪射 對以色列來說根本毫無影響 沒有用 這次也動了你的大使 如果伊朗還是在打嘴炮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些恐怖組織和國家 只不過是胡搞虎威 到真的真的要做事的時候 他們就無能為力了 所以伊朗這一位 伊朗這些無可來河的 以色列這些鐵血的總理萊坦亞 你不要理他做這幾件事 是否為了競選 但是這些敢作敢為重錘出擊 也都是令人讚賞 因為以前都做過很多鋪的 例如在1996年 這個以色列一早就用過那時候 那些大哥大的這些電話 是一樣去搖恐 是把一個哈馬斯的一個炸彈專家 在加沙地帶 一個炸彈專家 叫做阿雅樹 把他炸死 事後引起真主黨和其他恐怖組織 一連串在巴士放炸彈報復 到了1997年 一個哈馬斯的領袖 叫做美沙爾 他在約旦那時候 就是看醫生的時候 在做手術的時候 就被以色列的特工 在做手術的時候 趁他做手術 在耳朵下毒 搞到他幾乎是沒有命 典藏典隻的時候 當然在約旦那裏下手 馬莎爾就沒有死 但是在前線那裏 向他耳朵下毒的幾個以色列特工 就被約旦當局抓了 當時約旦的國王 胡仙胡塞恩都很難做 雖然他是親西方 但是迫於回救國家的壓力 就恐嚇以色列 抓了幾個特工 走進醫院那裏下毒 我可以將他判死刑 除非拿一些解藥出來 結果後來 這個內坦也無無奈 就交了一些解藥出來 就交換回那幾個前線的特工 凡此種種的真主黨 這些全部領教過 20年那麼久 他們所能夠做的報復 就是繼續這些恐怖活動 在巴士上放炸板 諸如此類 這個就是以色列的猶太人 勇於承受的 沒有問題的 這些是戰爭 所以發生在這時候 他那種情節之奇妙 還有007風格之創新 是令到全世界 尤其有些年輕人 打開影片遊戲那些 耳目一身紛紛讚賞 這個起碼 都是贏了一場宣傳戰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 呼聞快信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 多謝大家 請記得訂閱和Like 下一集再見 這個網絡世界 太吳士河畔 都一樣可以 是苦陷世界的風雲谷 風雲谷兩歲了 我們的訂閱人數 已經向40萬進發 有這麼叫人的成績 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 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 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幫忙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封雲汇 敗清德蕭美琴 當選 這是美國 其實暗鬆一口氣 最願意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 是藍絲的無知 群眾的一個 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 是令到藍絲 抗拒 有沒有讓我看錯 判呢 就個個都會判 但是等特朗普上台回來 是會有傳記 張五常的花名叫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顛佬 這種性格 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難以理解 這些叫偏偏我這樣吹呢 是不是覺得和劉正和楊振力 有某種類型 公公敬敬送金融上車 接著和旁邊的幾個社長做事 剛才聽到查先生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的 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他覺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連林作瑜都關起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叫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應該是陳國基和鄧炳強 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百直的婚宴 成千人 這個就是後面 他的師父葉國華 就是在做一個 秦代呂不諱的角色 是不是 這個很明顯 其貨可居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 這個叫梁文道 蔡東豪 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 找你做光明頂 我說我一個怎樣做 我要留天前 不用留天前 我和你 盲分瓦架 有一個叫劉世良 接著劉世良 跟著沈旭暉 葉蔭聰 梁啟智 朗天 這幫人我不會 梁啟智未到 黃偉倫 黃偉倫 這幫全部叫青年社會科學才進 這個人是很不相信我 在牛津的時候 他受了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他 這個也是一個 中共我相信 在香港準備培養 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會 和陶生爆水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哥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樂觀 終於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 兩年以來對風雲谷的支持 細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我們到處理 我們到處理 我們到處理